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用classic的方法来描述呢 你首先要架构这个坐标系了 比如说你在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不能是在 不是我们这个双原子分子的 就是以前我们说的 在一个一维的两个斜阵子的harmonic harmonic的force呢 它是和displace的距离成正比 现在它不是这样一个force了 它是怎样一个force呢 现在这个force这里是proton 然后呢 这里是electron 这两个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呢 是由于电荷的存在的作用力 对吧 那知道这个电荷作用力的大小呢 它是和r的平方称反比的 所以说 如果这个是一个电荷 这是另外一个电荷 那么它的力的大小呢 是这个数字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书上呢 可以加四开一正零零 这是单位的问题 就是你要 你这个Q的话 它知道用酷能电荷 那么这个是距离 你要怎么把它变成力 是force的流动化 会加一个这个 所谓的这个 阶电场塑脑真空中的 是吧 那么这个是讲的 两个带电荷之间的particle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和我们以前的这个harmonic呢 是不一样的 那知道harmonic的时候呢 它这个是kx 这个x呢 是这个两个相距之间的 相距平衡距离的位置 是吧 是它 那么这两个力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种电磁力的时候呢 它有方向的 它不光是一个 当然这个力也是有方向的 它不光是一个大小 那么那方向呢 它是在r的这个方向上 这个r的方向上 那么因为呢 这个proton和electron呢 它电荷都是 就是三位电荷 电子的电荷了 所以这是1的平方 而这里出了一个r三次方的r呢 表示是 因为这一个呢 如果它的这个模呢 它是等于1的 因为这个上面这个是一个vector 对不对 这两个相处的话等于1的 所以你把这个取大小的话 它就上面这个词 这个r呢 代表的方向 你可以看呢 比如说电子受到的力呢 我们这个r呢 画的是这个方向 所以电子受到的力 因为这两个是 一个是正电和一个是负现 所以它两个是相吸引的 所以电子受到的力呢 是在r的反方向 所以这里有个负号 你可以看到 它呢 电子受到力是在r的反方向 所以这里有个负号 而这个proton受到的力呢 它是在r的正方向 所以这里没有负号 它是在r的方向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力的 大小的方向 好 那么电子的运动呢 是由这一个vector来描述的 就是这是一个坐标圆点 相当于选择的 这个实验室的坐标系圆点 从这里到电子的这个位置呢 是这个大的r 好了 从这个位置到 这个proton的距离呢 它是这个大的rp 那么牛顿地理告诉你 这个距离对实践的 二阶导数 升上电子质量 proton对实践的 二阶导数 升上proton的质量 那么这就是牛顿方程式 而这两个力呢 牛顿的第三地理呢 告诉你 这两个力是相等的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对不对 就是这个fe和这个fp 这两个力 它是大小相等 方向是相反的 对吧 方向相反 好 那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两个如果相加的话 它等于零 对不对 这两个相加等于零 那么这两个相加等于零呢 就是我们推导的 我们下面就推导的 就是要 和我们前面一样的 我们有一个center mass的 坐标系 我们有一个相对 这两个相对运动的坐标系 那么center mass 你只要把这两个相加呢 你就可以得到 这两个一相加呢 你就得到这个dt的平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平方拿出来 你就得到这个东西 是吧 好 那么你把这一个呢 加上一个总的质量 它应该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在这个里面 省一个常数 它都是OK的 这得零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center mass的坐标系 我们选这个坐标系的时候 这有一个大的r 对不对 这个大的r呢 就等于这个proton呢 等上它 然后再 这个加上电子的质量 出上电子的坐标 出上这个系统总的质量 这就是center mass 那么它是一个 以坐标为units 所以呢 你可以得到这个 r的这个两点呢 等于零 对不对 r的两点等于零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相对坐标 r1呢 和rp之间的相减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了 我们以前在学这个 数学的vector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里是 现在这里是r 对不对 这个是这个距离 然后这里呢 是这个r1了 对不对 好 你要注意到它的方向 这里呢 是rp的方向 这个是方向 对不对 对不对 而知道这个三角形这样 封闭形成一个封闭的矢量的话 它三个相加 比如说你从这个方向来 rp 这个我们要写大小的 和我们那里写一字的符号 你沿着这个方向走 这个rp呢 写到这里 好 这一个呢 也是顺着这个方向的 对不对 顺着方向 就是说 沿着一个 这个反伸的方向再走 那么走这里呢 加上这个r 这个r呢 也可以写成这种形式了 对不对 我们刚才那样写法 这样形式 好 这个你注意 你这样 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它是反的 所以呢 你要减去呢 r1呢 这个是比0的 当这个三个vector形成这样一个封闭的 形成一个封闭的这样一个关系式的时候 大家知道 它呢 一定要满足 这样围到一个方向走一圈的话 才应该是0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 有个负号 它本来应该是在这个方向的话 加起来等于0 所以前面有个多了个负号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r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选取的相对坐标 把这个r1移过来 然后呢 把r1移过来 就是就得到我们呢 下面这个相对的坐标 好 那么 第一个呢 是这个 central mass的坐标 那么你马上可以看到 它的两次导数对0 那么一次导数 我们也选成对0 相当于说 这个两个体 两个 这个proton和 这个electron的话 整体的运动速度是0 或者说你把你自己 站在那个坐标系上去 那么 另外这个对0呢 的话也可以把r等于常数 那么你可以把原点呢 就选择那个坐标系上去 这就是central mass 就解决了 现在剩下的呢 就是相对运动 相对运动呢 你可以马上就导出这个 这一个方程式 因为呢 我们刚才这里 这个这里呢 现在你可以把这个 就是 m1呢 移过来 这个mp呢 也移过来 对不对 移过来 移过来以后的话 你就有 这个4π 这就是电荷的质量 对不对 这里呢 是这个 r r的三次方 然后m1 电子移过来 t的平方 那么这里呢 是1的平方 1π呢 又是0 这里也是r r的三次方 m1过来 t的平方 移成这个样子 把这个式子 那么这两个相减 对不对 这两个相减 这一个减 这个就是r 就是它 而这两个相减的话 这一个负号 它就变成两个相加了 两个相加了以后 你实际上的话 就是这两个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两个不一样加起来 这两个不一样加起来 就是所谓的 我们的reduce mass 这里 对不对 你这两个相加起来的话 那么它就变成了 这样一个reduce mass的 一个形式 好 但是我们的reduce mass 应该是 reduce mass加到这边的时候 它应该是在分母 然后移过去呢 它就在这里了 对不对 你要不要移到这边来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个方程式呢 就是相对运动的方程式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体系 看成什么样子呢 看成是 就是这样一个架构的坐标系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 这一个质量为reduce mass 这样一个particle呢 相对于这个圆点中的运动 因为central mass部分解决了 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单体的运动 也就是相当于说 相对于一个圆点 有一个mass为central mass 为这个reduce mass 如果大家知道 particle比电子大得多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和电子质量 差不多 是不是 我们看这个微小差别 会有可观察的效应 等一会我们会看到 好 那么这就是把一个量体的问题 总是可以画成一个单体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这个小球 是现在沿着这个一个坐标圆点 做的一个运动 是吧 这个运动 而这个方程式呢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因为力 这个potential 这个force 是这样一个形式的时候 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这个angular momentum 走横的 conserved angular momentum定义呢 是这个 就是r呢 和这个动量之间的 这个cross product 对不对 如果你们学了经典力学的话 你们学了这个general physics的时候 就是普通物理的时候 应该有讲到 对不对 应该有讲到 这是angular momentum 它呢 应该等于这个 这个是这个距离了 这一个呢 是动量 动量你可以写成呢 质量呢 呈上速度 对不对 好 速度呢 你可以写成一点的形式 也可以写成呢 这个球导数的形式 比如说我们那里写 球导数的形式 你要说这个l是不是守恒量 你就是看它随时间变不变 也就是说 你把它拿来对时间球导数 球出来看它是不是等于0 如果等于0的话 说明它是不变的 就说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是不变的 那么这个球导数的话 等于对这个球 对不对 那么这个球导数变成 先对前面这个球 对不对 后面那个不动 然后呢 再对后面这个球 前面那个不动 它就变成两项 这两项的话 第一项是等于0的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这个是速度 这个是速度 这两个是相同的 这个vector 那么它的cross product的话 是等于 大家知道 等于这个v的平方呢 平常三应θ 这个θ呢 是表示这两个之间的 这个角度 两个vector是一样的角度 就是0 所以这个一定等于0 对不对 这是等于0的 所以第一部分呢 等于0 我们来看看 第二部分呢 它也是等于0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r两点 你可以看 这个r两点 就是对时间 求二绝的导数 它会除了这个常数以外呢 它会出来一个r 那么出来一个r 同样的道理 这里会出来一个r 这个r和这个r的 cross product呢 也是等于0的 所以这整个呢 就是等于0的 等于0的意思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它是手横的 angular momentum 手横的 手横以后 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你就知道 这个运动是在一个平面上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体系 这个r呢 是表示它任意时刻的 它在的位置 这是任意时刻 它在的 它的速度 这两个省起来呢 会等于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常数 你可以选到z方向 比如说 你就选择这个z方向 那也说 这个东西呢 它是不变的 不管你的时间在哪里 它都是不变的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r和p呢 必须在一个平面上 比如它在xy呢 平面上 所以马上 你从angular momentum手横 你就可以得到 classic mechanics 告诉你 这个氢原子 这个电子和直子的运动 它一定在一个平面上 是吧 一定在一个平面上 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 量子力学不是这样子 量子力学告诉你 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 那这里你推到结论 是在平面上 在平面上以后呢 你就好了 你知道在平面上的话 它就有这个 按个moment的手横的话 好 我们等一会儿 会推导出来呢 它应该 它可以写成 干脆就是 这个r这个距离呢 和这个速度呢 它这个之间 正好是直角 正好是直角的话 它就是生三应的90度 对不对 一个这个vectorr 和一个速度的这个vectormu呢 它成90度 那么sine告诉你 它就是mu r v constant 对不对 constant 好 我们这里告诉他 这个sonar system了吗 它就是这样一个运动 所以你从流动 等一会儿我们来讲 等一会儿我们再讲到 这个太阳系的 这个比如说 太阳和地球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什么运动在一个平面上 它的道理和这个是一样的 它也是angler momentum 走 对不对 大家知道 如果你画出这边是20的话 这边是这个 这样的话 那么比如说 它这个有个相对的距离 它有个相对的距离 那你知道 它之间的力的话是什么呢 F 在G G是万用引力的常数 R的三次方 这个R 这个负号 因为它也是吸引力 对不对 那么得到呢 应该是这个reduce the mass 然后呢 这个的平方 这个M1M2呢 一个是地球的质量 一个是太阳的质量 对不对 这个M1在这里 那你可以比较一下 它就是这样一个方程式 对不对 它就是这个方程式 除了这个常数不一样以外 这个有个G 这里M1M2 这个常数不一样以外 它方程式的长相 就这个样子 所以它按个的momentum手横 然后呢 它的这个 这一个运动 这里应该是三次方向 因为它也是同样的吸引力 平方的 好 那所以说呢 地球呢 和太阳呢 正好是 这个地球 太阳钻石运动在一个平面上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那么 它为什么运动在平面上 就是因为这个 Angelo Moment手横 所以它运动在平面上 所以我们已经推导出来 当然大家知道 这个太阳系不止一个地球 它有其他的 其他的东西 也全部都运动在这个平面上 因为这个 上帝创造太阳系的时候 他们的Initial 都在一个平面上 最后他们都在一个平面上 是吧 而且呢 因为太阳质量太大 所以太阳系中间 其他星球的相互作用呢 会比较小 所以 它们基本上是一个圆 对不对 因为 这个告诉你 这个速度是 以这个R坐标为 这个中心的话 这个速度是 这两个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会得到一个 圆形的运动 但大家知道 这个地球为太阳 实际上是个椭圆了 那这个椭圆的原因呢 有两个 一个是由于 这个太阳系里面 有其他的 这个行星 另外一个呢 这个主要是一个原因呢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有其他的相互作用 是它稍微偏离一下 圆的轨道 但本来它应该是个圆的形状 是吧 好 但太阳系是稳定的 我们没有看到地球 马上就加速 然后这个Club到太阳系 可是这个不会稳定 我们来谈它什么原因 是吧 那么既然在一个平面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画到平面上去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 不再用这个三维的 用两维的 那么这个R呢 就是直接画到 然后你把它画到这个 θ的这个坐标系上去 那么前面那个方程式 这一个呢 就可以写成两个 X呢和Y呢 来写这个方程式 是吧 X和Y来写 好 那么当然 这里你也可以 你可以从这个方程式呢 也可以导出呢 它这个Angular Momentum手痕 这个你可以怎么导呢 你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个式子 绳一个Y 下面这个式子绳一个X 可以上面绳一个 我们要做什么试验 上面绳一个Y 下面绳一个X的话 这两个就一样了 然后两个相减对不对 两个相减对不对 两个相减对不对 那你就得到呢 UX两点Y呢 UY两点X 等于0对不对 上面绳了Y 下面绳了X的话 你得到这个比较 这个Mu呢 是个Reduce Mass 是个常数 然后这个呢 你可以写成 X一点Y呢 减去Y一点X 它是等于0的对不对 因为这个求一次的话 这里有一次 这里是相减就没了 所以只有这个会存在 这里求一次 这里求一次 在上面存在 好 X一点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带进去 把这个Y呢 一点也带进去 这个对时间求导数 你要知道 要对R求导数 所以cosinθ求导数 那么会出现 sinθθ 就导数 好 那么比如说 我们算一个 X对时间求导数 就这个X一点 那么它应该是R一点 对不对 然后呢 cosinθ 再减去呢 R不变 cosinθ求导的时候 它变成了 负的三于θ 所以这前面一个负的 然后θ呢 这一点 是吧 好 那么Y一点呢 求导数呢 等于R呢 一点呢 三于θ 这个时候呢 三于θ求导数呢 它就等于cosinθ 所以 它没有负号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两边 这里要导Y的话 就是说 导R呢 三于θ 这里呢 要导R呢 cosinθ 就等设了两端 都神探了 神探它以后呢 相减 就是在算这个事情 对不对 然后它相减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神三于θ 神到这里的时候 有cosinθ 这个神这里呢 有cosinθ 这两项相减就没了 剩下的相减 是这个负号 和这个负号相减 然后这个三于θ 是三于θ的平方 这个cosinθ 是cosinθ的平方 所以这两个相减的结果呢 就变成了 负的R的平方 然后呢 这个 θ一点 对不对 这两个相减 省到这个相减 那么当然把 reduce mass也伸上去 你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那个负号 你可以去掉 有没有负号 都没关系 你用R平方θ 等于R constant 这个就是我们的 angular momentum 那么刚才我们前面 有写三维的时候 你可以写这个样子 这个二维的时候 你也可以写这个样子 这个是得到这个θ的运动方程式 对不对 θ所以时间的变化的话 等于多少 你可以算出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关于R的运动呢 你可以得到 关于R的运动呢 它就变成了它 好我们知道 这个呢 是两个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叫做Sentrific Force 也就是说 当一个 这个 拿一个 比如说你用一个线 填一个小球 然后你这样转动的时候 那这个小 这个线如果断了的话 这个小球会往 往那个外面飞出去 也就是说 它有两个平衡的力 对不对 有两个平衡的力 一个是呢 这个力呢 是这两个 这个小球在轨道上运动的时候 它有一个 这个中间的 这个吸引力 这个电荷吸引力 还有一个力呢 因为它做圆的运动 它要往外面跑出去 而这两个力的平衡呢 使得这个点 这个小球呢 在这个圆上面运动 是吧 那么那个力呢 就是这个 它叫Sentrific Force 这个R两点呢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等于0的时候呢 这个R两点等于0 意思就是说 它在圆上运动 所以现在我们 得到的这个呢 就是因为这个R两点 它等于0的 比如说 它在这个地方运动呢 这个速度呢 是一个常速 在切线方向运动的速度 是一个常速 所以它形成一个圆动运动 那么这个等于0的话 得到 你就推出来这个 这个呢 叫Sentrific Force 它是由于 这个力子在这个圆周上运动 产生的一个力 那个力呢 是一个等效的力 对不对 是一个等效的力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什么 就是说你做实验观察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个等效的力向外 所以使它平衡在实际上 好 那么你就得到这个东西了 当然这些 到目前为止 都是Classic 那如果你谈到框桶 看到实验结果呢 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实验之后 首先它不在一个平面上运动 对不对 当然当时并不知道 它是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运动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Marcus Will 定理呢 告诉你 如果这个电荷 在运动的话 它就会辐射这个电磁波 对不对 它辐射电磁波呢 它就会损失能量 因为它不可能 它辐射了电磁波 它能量还是那么多 损失能量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速度叫变慢 速度一变慢以后 你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 它就会变得 就是向这个中心走 最后呢 这个电子一定会 被这个和Proton相撞了 然后没有了 所以说 从Classic Mechanics 得到最大的一个结论 就是氢原子不存在 因为电子绕不到几圈 它就最后碰到Proton了 它就没了 这个和实验非常不符 这个不合 因为实验从 那个氢原子非常稳定 没有看到氢原子 转两圈就没有 可是我们的 这个时候的思维呢 那就是说 这个太阳系 确实非常稳定的 因为太阳系你知道 这个质量的话 它运动的时候 它比如说 它没有辐射任何东西 所以它没有能量的损失 没有能量的损失 所以我们太阳系是稳定的 所以Classic Mechanics 对太阳系是OK的 可是对它呢 氢原子不OK 对对氢原子不OK 可是我们氢原子仍然是稳定的 那你必须要想一个新的理论了 对不对 那么波尔呢 这个 它想到的一个方式呢 就认为这个Angular Momentum呢 是Quantized 因为前面 这个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 Black Body Radiation的时候 那个时候讲到 我们的Standing Wave Osserator 它的能量是Quantized 所以得到和实验 我们的结果 那么它想 是不是这个Angular Momentum 是Quantized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和实验一致的结果呢 所以它就考虑呢 Angular Momentum 是Quantized 好了 Angular Momentum 那么这是前面我们推导出来的 U R V呢 是Angular Momentum 这下面除了一个2π 这是为了和实验比较 也就是我们要得到实验的 这个 同样的结论呢 我们除了这个Plank常数以外呢 不光是一个N Plank常数 下面要除一个2π 是吧 要除一个2π 但是 当然对它来讲 就是一个纯粹的 要拟合实验的结果 所以除一个2π 非要除一个2π 那么这个N呢 是一个整数倍了 就在N等123 这样子下去 就是N等123 这个是个假定 就是本来Angular Momentum 在Classic的时候呢 这个R和这个V呢 它都是连续变化的 所以得到的量 应该是连续变化的 那么我们假定 它不是连续变化以后呢 那你就得到这个 是吧 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以后呢 你可以把它带到 这个力的方程式里面去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这两个 一个是向中间的吸引力 一个是向中间的吸引力 就是这个1平方 4π呢 1c0r的平方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说的 这个Centrific 4 向外的这个力 它呢是这个 ur的三次方 L平方 对不对 L平方 那么这样一来 你可以把这个R解出来 因为你这个 把这个R拿过去 这个R呢 这两个ur的平方 只有一个R 拿过去把其他常数写出来 那你就马上得到呢 这个东西 4π呢 1c0 然后下面是 u的1的平方 好 这里有个L平方 那么你把这个L平方 带进去 带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轨道呢 也是量子化的 轨道也是量子化的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不是说 它所有的轨道 这个电子 都可以运动的 是吧 不像我们太阳系 太阳系的话 它要在哪一个轨道上 运动都可以 就看它之间的 这个 质量的之间的关系式 是吧 现在它不行 它就说 只能在某一些呢 上面有 其他呢 就没有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 整理一下呢 它就显成这个样子了 这里可以加一个N 表示说 这个时候电子 不是说 在所有的距离下 它都可以围到这个核 来做运动 而是在一些特定的距离下 才能围到这个核 做运动 好 这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式 那么 那么博尔在这个假定呢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和太阳系一样稳定的氢圆子 太阳系稳定的 我们现在氢圆子也稳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氢圆子只能在这个一些给定的轨道上运动 和太阳系不一样呢 就是说太阳系它可以在任何一个连续的这个相对太阳距离下面做运动 那么现在不行 它只有这个轨道 那么在前面的一些量呢 你可以把 因为它都是常数 E-0-0-H Planck常数 然后这都是常数 整起来 写一个A0 这个A0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博尔半径了 对不对 你知道的 博尔半径 博尔半径这个0.5A这个Amstrand 它一个Amstrand是10的负十四方米 是吧 好 这是n的平方 那如果你来相减的话 你拿n加1减去rn呢 减出来的话 哦 这个n平方应该没有了 那个n 这个是错的 这个n平方要去掉 它减出来呢 应该是 因为它应该是n加1的平方呢 减去n平方 对不对 那么应该只有2n呢 加1 所以rn呢 它就是得2n加1呢 成上一个A0 就是 博尔半径 这个n平方要去掉 好 那就说你可以看 这个r呢 随着这个距离越长呢 它这两个r之间的这个 这个gap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也说它这个quantide的效应就越来越大 它只能在有些轨道上生成 是吧 但是至少 这个nir spore呢 它认为 仍然是认为电子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运动 因为它是classic的 只是说呢 不同的是 它只能在固定的一些quantide的轨道上运动 那么当然你可以算它的total energy了 比如total energy的话 就是 二分之一的 先算cletic energy的话 二分之一的mu 成上这个v的平方 速度的平方 你可以把它配成就是angular momentum的形式 因为我们前面也讲angular momentum 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把它 配成angular momentum的形式的话 上面成一个这个 下面除掉它 那么这个就回 正好可以回去 对不对 正好回去 那么这个呢就用l平方代替 这个r呢 你就用这个代替 对不对 用这个代替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时候得到呢 正好是二分之一 4拍1寸0R1的平方 这是它的kinetic energy 你也可以把它的呢 potential energy呢 正好是负的4拍1寸0 你可以看到 这个kinetic energy呢 正好是potential energy的二分之一 除了负号不一样以外 它正好是二分之一 所以总的能量呢 就是这两个相加 对不对 这两个相加呢 你可以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以后 它就等它 然后把这个r呢 用刚才那个r带进去 那么就等这个 然后你把这些量呢 都算出来 做一个常数 把它换算到 EV的这个能量单位 那么这里是n平方 换到EV的能量单位 这个负号 这个时候你就得到 氢原子的能量 也是quantized 氢原子能量 这个r是因为前面 前面刚才写的 这个r等于它 然后你把这个r等于它 带到这里面去 你就会得到这大堆常数 这大堆常数 你把它计算出来 它就是13.6 大概是13.6EV 这就是得到了能量的 quantation 这是波尔的理论 直接就可以得到了 那么这个理论 得到以后呢 它有一个 马上就可以用来检验 氢原子的光谱 对不对 也就是 氢原子的光谱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 这个氢原子的能量呢 又得到了 EN3.6EV 然后这里是n的平方 那么比如说 你随便写一个 n1是在低能量的 n2是在高能量的 那么 如果是从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 这个emission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那么这两个能量差呢 就应该等于高的能量 EN1呢 减去低的能量 EN2 对不对 EN2 好 那么EN1减去EN2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n的话 越大 因为这个是负号 n越大的话 它是能量越高 所以n大的在上面 n小在下面 对不对 这两个相解呢 那么根据这个 这个时候 波尔又把EINSTEIN 用过的 就是 当它下来的时候 它会 放射一个光子 那么这个光子的能量呢 等于Planck长处呢 等于上这个μ 等于放出光子的频率 对不对 所以这里又用到了 就是EINSTEIN在假定 photoelectron的时候 那个时候用的这个 这个能量呢 从这里到这里 它损失的能量 就用来发光了 对 用来发光 那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推导出来 推导出来以后呢 我们这里写的是R负无穷 应该就说 这个也可以写R 这个R负无穷呢 在目前如果 使用Rμ来带的话 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是由于这个μ呢 这个质量 就是说你把电子的 那个 电子的质量 然后呢 这个Potron的质量 加起来 算着这个Reduce the mass 这个μ会和电子质量 非常接近 但是它不是电子质量 那么你会得到 这样一个常数 这个呢 我们这个 叫Readerberg constant 比如说这两个能力之间的 N1N2这样相减以后 得到这个发射出来的 光的频率来等于它 这个是 这个公式呢 最早是由Readerberg 没有用任何理论 直接就是 就是为了解释实验的结果 直接拆除了数学的式子 知道 就说这个数学的工具里面呢 这个R无穷 它实验值呢 应该是这个量 可以看 实验值呢 它是这个量 而这个公式呢 整个呢 这个Readerberg这个人呢 并没有用任何理论 直接就是 我看到光谱 我为了你和书院士 去找一个数学式子 那么这个数学式子 当然这个就是说 最精确的数学式子的形式 而只是说前面这个常数 不是它 而是这一个 你可以看到 这里1.096775 这里是1.09675 从这个地方开始 不一样了 是吧 从这个地方开始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波尔这个理论呢 从理论呢 就解释了这个实验的结果 解释了这个实验结果 可是呢 还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这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呢 就是 我们的理论还会改进 这是虽然Quantum Mechanics呢 只得到这一点 我们还会发现呢 它有所谓的 这个second quantization 二次量子化 会使得 最后面这个数呢 也和它相等 这个实验和理论 可以说已经到了 这个小数点 二十几位 或者是 二十几 现在不知道 它的record是多少 二十多位 都是吻合的 是吧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阿尔无穷呢 只用电子的质量 就是说你不要用这个reduce mass 而是呢 把这个reduce mass呢 近似的就取电子的质量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误差是比较大的 因为在这里的话 实验的话是1.09677了 它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这个7就已经不能 这个6这个地方就不能出来了 对不对 到第三位就开始有误差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reduce mass 它也是有这个可观测效应的 虽然它这个差别 这里差别很小 但是它在这里 在这个光谱上会插出 这个常数会影响比较大 是吧 所以影响比较大 所以当你需要的精度增加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呢 你就要考虑这个reduce mass的效应 考虑呢 reduce mass的效应 那么这个光谱呢 这是最早就是做实验 能不能观察出来的 这个每一个光谱呢 都有它的名字 比如说从这个n等于2 这个地方呢 从n等于2这个地方呢 这个发射的这个光谱呢 是所谓的这个UV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从n2等于1 n2等于1这个上 好 然后呢 从n2等于这个2这个地方呢 上去呢 是个V的光 n2等于3的这个地方呢 那么是这个near infrared n2等于4这个地方呢 这些都是这些人的名字 当时做这个实验 看到的轻原子的光谱 对不对 看到轻原子的光谱 光谱当然都是一条一条的线 也就是说它是quantized 然后呢 这个read bug呢 就是导致了一个数学的公式 可以解释所有的光谱 是吧 可以解释所有的光谱 当然这个 做实验的人 它这个 你和这些光谱的能量 也是很高的 你可以看到 从这个地方 好 那么我们谈到这里呢 我们就知道 因为要解释那个光谱 现在我们故事要反过来说 对不对 因为要解释那个光谱 classic mechanics 有两个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 它推导出来 电子会在一个平面上运动 第二个 用mixway的理论 这个电子运动会辐射能量 能量损失 电子最终会 这个clap到这个 合上去 所以说轻原子不存在 这和实验都不一样 所以呢 就把这个angu-momentum 做这个quantization 然后加上plank constant 好 再加上emission的foton的这个 而能量呢 是Hn 那么它就成功了解释了 这个轻原子光谱 从理论上解释了 这个轻原子光谱 但是呢 波尔当然继续工作 那么既然可以这样做 可以解释轻原子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Hn 周期表的第二个元素 那就没办法了 第二个元素的话 不仅是实验上 找不出一个数学公式 理论上也推不出一个东西来 能够去解释它 能够去解释它 那就是说 到现在 到这个时候呢 这些classical的 这些大师们呢 突然发现 我们真的需要新理论 不是说像以前我们说的 把classical怎么修改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 和实验吻合的结果 因为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把这个理论推广到Helium 而这个理论又可以成功地解释 这个Hedronium Atom 那么既然不能推广 说明这个理论 也只是一个半经验的 它不能 第二个元素就没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 人们认识到 或者说classical 贝斯大师们都认识到呢 我们现在要造一个方程式 就是说另外造一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不是牛顿方程式 造出来这个方程式呢 它要含这个plank常数 对不对 它要含plank常数 而这样一个新的方程式呢 不仅可以清原子 它也可以解释这个Helium 也可以解释任何 也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所谓这个Shedding的方程式 下面要讲到的 Shedding的方程式 那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历史的发展的话 从这个black body radiation 那个时候 standing wave能量 必须quantized 到这个爱因斯坦的 就是光照射这个金属表面 这个photo的electron的效应 那个时候呢 光要被看成一个particle 然后呢 它的能量的Hμ呢 那个地方呢 加一点classic的这个料呢 就可以解释实验 这里你可以看到 Inger Momentum的quantization 也加进去了 好 那么再也走不动了 所以知道 我们的有一个新的理论 好 这是这个习题了 那么这个新的理论的话 这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它就是薛定的方程式要讲 那么我们这个书上呢 有讲这个薛定的方程式 怎么出来的 实际上从这三个实验呢 都还不能够直接跳到 薛定的方程式 还得有一个人呢 要有这个idea 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 这个wave particle的duality 就是说这个 好 我们来讲 就是说这个光的话 已经在实验上已经证明了 它既可以是这个particle 也可以是wave 当然这个就使得人们有一个 这个他在想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电子呢 因为电子作为particle 人们已经早就熟悉了 对不对 他就想到 他说有没有可能电子也就是 也是particle 也是wave 对不对 这个当然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想法 好像很新 好像是 不是那么great 可是他当时可就是非常great 也就是说 他这个跳 他这样一个思维方式的话 也是一种外星人的思维方式 对不对 大家知道光有可能是这个particle 或wave 但是电子它居然是wave的话 你要找实验证据 对不对 找实验证据 那么实验证据在找之前呢 你首先要搞清楚 怎么做实验来证明 一个东西它是wave 或者它是particle 那么这个呢 有一个是 这个以前历史上的 这个w3 experiment 这个experiment呢 就是说 你在这样一个平板上呢 开两个小的窗口 如果你是一个wave进来呢 它会出现所谓的interference效应 那么你在观察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观察到 它有强弱不同的这样一个分布 你如果照相的话 在这个上面 它会强弱不同的这样一个分布 如果它是particle 你射进去呢 它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interference 它就只是说 比如说你个particle进来以后 你把你去count这个地方 哪个particle数目越多 那么你count出来 结果一定是中间 因为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大概是最多其他的地方呢 都是有这个 这样子分布下来 那么它是没有这样一个 所谓的这个强弱 不断的这个交替变换的 这样一个图形 那说强弱的交替变换的图形 有呢 你就可以说 你这里的东西呢 是wave 没有呢 那你就说你这里的东西 particle 是吧 那这样一个实验呢 就是说你首先从理论上去找 去建造建构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告诉你 这东西是wave还是particle 对不对 因为只能用实验来说 实际上呢 对于wave来讲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它出现interference的效应 如果A1和A2呢 它有这个两个 存在一起呢 它就有可能是 sine cosin的这个interference的效应 而对于classic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这一项 只有A1的平方 A2的平方 所以加钱 始终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理论上 当时这样一个架构 对不对 那么实验呢 你就是要去找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这就是理论呢 是momentum 这个并没有被这些教授专家们接受 说这是一个理论 有可能说是一个经验的公式 实际上它就是个理论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公式写出来以后呢 他这个deblood 他当然坚信他理论是正确的 那么那教授说 这可能是一个empirical 或者什么东西 为了解释什么东西出来的 对不对 那么他提出 你可以做实验 你就做这个电子的 这个颜色的实验 我就可以告诉您 电子出来 它一定也是波 我们先看实验 然后再来看那个氢原子 我们先看这个实验呢 就是实际上 这个地方呢 用Xray呢 Xray大都知道是波 Xray做出来以后呢 是这个样子 它有强弱的 明显的强弱的区分的不一样 对不对 这些有这个 有这个osolation的这个图像 那么你用particle的话 用electron为 用electron呢 你也可以做 射进去后来 也有这样一个图形 这个图形呢 就是告诉你 这个电子 它不是电子 它不是一个particle 而是它一个wave 它长相和这个Xray的 是一样的 只是说 它干涉的条纹在不同的位置 干涉条纹在不同的位置 这个答案历史上 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story 这个Thompson这个父亲呢 当时呢 要测这个 要证明电子是个particle 测量电子的质量 和电子电荷的比值 他这个父亲呢 是因为测量出这个质量 和电荷的比值呢 得到这个laborate price 这个儿子呢 证明了这个电子呢 是wave呢 他也得到laborate price 所以你可以看当时 这个电子既是particle 又是wave 对这一家人呢 都证明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前面这个还没讲 那么这个证明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反过来 这个当时呢 它是反过来用的wwave呢 用来解释这个氢原子 为什么可以稳定 可以停在 那就说氢原子在扰的这个外面 做这个圆周运动的时候呢 它既然是wave的话 那么它的2πr 这个周长这里是r 对不对 然后2πr呢 就是它的长度 对不对 2πr呢 就是这个电子呢 扰在这个盒中间呢 做到这个圆 这个长度 那么这个长度呢 必须要正好等于 这个波长的整数倍呢 这样的轨道呢 才可能存在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样的轨道呢 就可以存在 这是当时的波音降低的 应该一二这样下去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看出这个图形 你可以看出来 如果波长正好一样的话 那转一圈的话 它就是正好这样一个图形 它再转一圈的话 还是这样一个图形 也就是说 它是个波了 对不对 它是一个波 转一圈的话 这个波存在 第二波再来的时候 它会和这个地方的 这个整幅的大小是一样的 对不对 它在大的地方 还是最大小的 最小 这两个wave的话 它会有所谓的interference 这个interference呢 这种呢 它叫做这个constructive的 就是说这两个wave呢 是整幅是相加增加的 是constructive的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呢 使得这样一个轨道呢 是存在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不存在 如果你加起来不是整数的话 那你到了这个地方的话 第二圈在转的时候 它就大小就出现在不同的位置 大概出在不同的位置 但是你这个相加的时候 它就变成那个destructive的interference destructive的interference 转圈数多了以后 就使得这个轨道呢 不存在了 当时这个 它呢 就用这个一个理论呢 就解释呢 这个 解释呢 当时就是波尔观察到 这样一个实验的现象 这个现象 也就是说只有某些R是存在的 是因为呢 这个R呢 因为是constructive wave 就是这个wave之间的interference呢 使得它呢 始终存在 因为它每一次转到 大小的相同的位置 这个呢 它每次转一次呢 大小出现在不同的位置 那如果你这样来的话 你可以马上就推导出呢 这个波尔的 这个agular momentum的quantization 因为这个 这个是相当于W假定的 对不对 假定的话 你把这个n的lambda换回去 因为这个 你直接用W公式 lambda等于h除上p 对不对 这个n呢 是存在这里 刚才这个 所谓的formula 就是lambda等于h除以p 然后这个p呢 是电子的速度 对不对 m属上v 电子的速度 这是电子的momentum 直接你把它翻过来 r属上m再是mu呢 就得到所谓的 bord angular momentum的quantization 当然这个m的话 你可以应该是 本来应该是用这个 reduced mass 就是proton和电子之间的 reduced mass 好 也就是说 从W这个关系呢 直接就可以导出 bord angular momentum quantization 这两个不是一回事情 你注意 bord的quantization 纯粹是一个 经验的公式 而这个W的 这个思想呢 它是通过 v的观点来解释 这个bord 它并没有说 它是v 它只是说 由于什么特殊的原因 它必须要quantization 对不对 而这个地方呢 是跟你说的 从理论上更清楚的 就是说 只有这样的轨道才能存在 因为它是wave的话 它必须要constructive 的interference 这样的轨道才能存在 而这种destructive wave的轨道 它就不存在 理论上解释了 为什么波尔说 有些轨道存在 有些轨道不存在 那么它就是说 因为wave的相干的效应 这个interference 可以使这个轨道存在 也可以使个轨道消失 是吧 那么从这个理论呢 自然就可以得到 这个bord 按这个moment的quantization 的这个定理 是吧 得到一个定理 好 那么这是我刚才说的实验 那当然 你说到这里的话 人们就会问你了 是吧 你说这个matter 物质 既可能是wave 也可以是这个particle 那么我们平时 电子呢 是已经证实了 那么我们 是不是可以想象 去证实一下 这个baseball 它是怎样一个wave 对不对 当然自然会问你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当你也想把这个理论 推广到更深的时候 你就要回答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就要回答 电子是wave 已经证明了 那么电子因为它质量很小 比如它是9.109 10的 431公斤 对不对 它的速度是3.10 10的 这个 每秒 这么多米 对不对 那么 你可以 用这个公式呢 直接导出 把这个动量 动量 就是这个公斤身上的 这个速度 然后呢 就得到momentum Plunk常速呢 就这个带进去一除呢 你就得到这个wave number呢 2.4呢 乘440方米 243个tico meter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wave的 这个是wave的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呢 当然比电子的半径 大家知道电子半径呢 我们现在不要说 因为电子现在说的还是 elementary particle 并不知道这个电子半径是多少 但是这个长度一定 如果电子有半径的话 它一定比这个电子半径大很多的 它一定比电子半径大很多 所以这个wave的话 是真正的 所以你实验上很容易观察到 因为它的质量的话 它的这个占的空间的区域 电子占的空间区域非常小 而它形成的wave的话 占的空间的区域非常大 所以说它有wave的形状 很容易观察到 那你换一个呢 baseball 比如说我们说0.14公斤 那么每秒40米加定 那你可以算出来 它wave number的话 是1.2乘10的弧340方米 这个wave number就小得不得了 对不对 你可以和baseball的尺寸来比的话 如果baseball 比如说有5厘米 或者是这个多少个厘米 那你这个wave number就非常小了 所以你这个wave number 是很难观察到 为什么 这个particle太大了 整个这个占的体积的话 它在这个占的体积 比如说它是5厘米 或者是多少厘米 对不对 0.05这个米的话 那你和这个比的话 那它在这个区域里面 已经完成了很多cycle 所以呢 你很难观察到 对不对 很难观察到 但从这个推广 你也不难想象 太阳它也是一个wave 对吧 再大 这个它也是wave 只不过它尺寸太大 它的wave number会更小 对不对 比这个还小很多 那么gravitation呢 这个wave呢 就是从这个思想来 导出来的 就是说 既然 我们先把这个作业放这里 我们先谈这个 既然这个 这个是现代的 对这个matter的一种认识 就是我们现在认为呢 这个matter既是wave 也是particle 不仅是这样一个基础 我们还认识到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 比如说带电的粒子 它呢 在这个真空中运动 是吧 它真空运动的时候呢 它会辐射 所谓的电磁波 电磁场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叫波 对不对 叫wave 而你把这个电磁场 做quantitation呢 它就变成波 所以说呢 就是说这个带电粒子 它在空间运动的时候 它会同时产生波 这个波量化以后 它会产生粒子 所以这个带电粒子的运动 会有波和粒子 当然这个思想会推广到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从这个物质的话 既可以是波 也是particle 那么既然如此 那么太阳 比如说 或者这个baseball 它在运动的时候 它应该产生一个什么场呢 对不对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 更广义的推广 比如说 认为一个运动的particle呢 它与运动 就会产生一个场 然后这个场的量子化呢 就会产生 和这个场向对应的particle 那么前面呢 就是在电粒子运动 产生电磁波 电磁波量子化 产生波障 那么这样一来 它把这个名字呢 取成gravitation wave 就是引力场 就是说 只要有质量的particle 它在空间一运动呢 它就会产生 所谓的引力场 这个引力场 做矿态金星呢 就会所谓的引力子 就是graviton 好 这个呢 当然 gravitation这个wave 究竟看到没看到 至少这个graviton的话 这个引力子是没看到的 没看到是 当然现在实验上认为呢 是因为这个 就是理论啊 现在实验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实验还是想的是对的 只是这个 不理论想的是对的 实验没办法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graviton啊 它很难测 它不合什么东西相复作用 比如说 比如说你如果是认为 太阳的话 它运动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运动都是相对的 地球也是运动的 对吧 在产生这个graviton的 这样一个 这样大的质量 你要产生 观察效应的话 比如说太阳质量很大 它也在运动 围绕银河系运动 运动以后 它会呈电它的引力场 引力场呢 它会量子化的时候 这个引力子会来 那么在地球上 应该做个实验观察 可是这个引力子的话 它和地球上任何东西 都是没有相互作用 所以说它相互作用太弱 这个地球对这个引力子 就是一个透明的 一年子过了以后 就穿过地球 根本就不和地球 发生任何相互作用 那我们知道 实验要测一个东西的话 它一定要和它作用 不作用的话 你就观察不到 所谓的效应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的话 所以就是说 我们要在地球上 去造一些 非常地球深处 或者去观察这种东西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 就是如果证明了的话 那就是肯定是 Ruber讲是跑不了 那就证明我们这个 确实怕这个 运动产生差 量子化产生粒子 这样一个思想 就作为一个统一的物理的思想 存在下来 只不过有一点不同 就是说你要注意 这上面是因为电荷的原因 下面是由于质量的原因 质量的原因 所以这里 这些东西出来呢 所以会有现在所谓的 Dark Matter 就认为你要想 真的要看到这个东西的话 你要光是太阳的质量 可能都不够 那你就想办法 你怎么去实验去捕捉这个Graviton 对吧 捕捉这个Graviton 好 那谈到这里以后呢 当然就会谈到真空了 你刚才谈的是有物质 物质的运动产生 场 场呢量子化产生这个粒子 那么真空是什么呢 对不对 那人家就问你了 那你真空是什么东西呢 真空是不是物质运动产生的呢 或者是 怎样一回事呢 对不对 那真空的两种极端的解释 一种就是真空里面什么都没有 一种就是真空里面包含万物 这两种的解释呢 当然这个我们 我们把自己画一个圈 站在化学里面 那就是真空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可以了 那当你站到这个圈外的时候 你那样说就不行了 因为两个这个 做这个正负电子碰撞的时候 他们可以从真空里面 撞出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一个理论的话 它有个边界的 你要站在里面说话 可以把那个边界一去掉 说话就要小心了 是吧 那就小心了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化学的真空 就是里面什么也没有了 那是这个物理的真空 或者是哲学的真空呢 就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东西 是吧 进一步讨论的东西 好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谈我们这个 学龄的方程式了 是吧 谈到这个 Wave的话 一下要接受 就是说particle呢 它有双重性 它既可能是Wave 也可以是那particle 对吧 好 就是物质的话 它就有双重性 那么当然了 你要构造新的quantum mechanics 你总要从classic 加上一个plank常数 因为前面都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你想想看 就是说 你前面去克服那三个实验的结果 它都是从classic mechanics 加plank常数来得到的 那你能不能 那你能不能从classic的运动方程式 把这个plank扛数呢 推倒进去 那么得到确定个方程式 知道 好 那么我们就 我们呢就选这个例子 standing wave standing wave 我们有空间的部分 上次我们有讲到 空间的部分呢 它满足这样一个 harmonic的整动方程式 然后它有这样一个边界条件 而且呢 这个wave的话 它有一个这个 这个 这是wave的number 它和这个波长 有这样一个关系 对不对 k点二块呢 除以lambda 这个是standing wave的 作为就是波的 这个方程式 standing wave 当然你如果把它说成particle的话 它应该是满足牛顿方程式 牛顿方程式我们不要写了 我们就直接写能量守恒 这个wave呢 它是一个particle 它有质量 它也有动量 那么它就有connective energy 它还有呢 氏能 假定这个我们也知道 这个我们也知道 那么因为能量守恒 这个整动能量 意识守恒的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把这个v呢 移过去 然后呢 把2m绳过去 一开放呢 你可得到动量 对不对 好 意思说你 只要接受了这个 we的物质是particle 也是位于这个观点呢 你就自然可以写出 我们现在的这个standing wave 的话 它作为一个wave呢 满足这样一个方程式 然后它作为一个particle呢 满足这样一个方程式 然后你再把 wave关系式带进来 因为wave关系式 就是写的lambda和p之间的关系式 对不对 这个实项 就是说 wave这个人呢 他就是写的lambda和p呢 就有这样一个关系式 那你既然如此 你这个波动方程里面 这个lambda呢 你就把这个p带进去 对不对 把这个p带进去 比如说 k呢 等于2π除以lambda 对不对 除以lambda 而这个lambda呢 等于h除以p 所以你可以把带进来 直接带到这里 那么k就等于p除以h 只是说呢 大写的h呢 加上那个h bar 就是以后我们会发现 我们这个方程式 写h bar比较方便 因为那里面 每一次都出现这个2π 我们为了讲话 因为到处都出现2π 这个出现一次两次 我们还可以接受 它出现一万次一亿次 我们就不大容易接受 找一个词呢 字母吧 代替这个字母呢 就是h bar h bar呢 代替呢 你就得到k呢 等于p除以h bar 得到这个以后的话 你可以得到k的平方 等于呢 p的平方除以h bar的平方 那么你把这个p平方带进来 对不对 p在这里啊 平方带这里来 带进来以后 再把这个k平方带进去 你把这个k平方带进去以后啊 得到的方程 因为k平方带进去很容易推导 我们要推导一下 因为这个k平方的话带进来 它就等于2m 除以h bar的平方 以减去vx 对不对 那么你把这个呢 h平方称过来 移过来 那么就等到h平方呢 除上2βm 以减去vx phi等于0 对不对 然后你把这一项 还有这一项呢 都往等式的另外一边移动过去 把这个e呢 神phi呢 挤在这里 把这一项移过去呢 它就是这个正的 把这一项移过去呢 它是这里的负的 对 就得到学定格方程式 所以学定格方程式的得到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它是从这个 W的关系 W首先假定呢 我们的quantum mechanics呢 它等于classic加上plank常数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classic呢 它有wave方程式 这个里面呢 有这个wav number 这个wave呢 必须是个particle 所以呢 它是个particle 它就会有动量 然后有那个关系式倒进来 自然得到了 学定格方程式 当然 这个 我们在我们 这个 学定格方程式 虽然你这样推导 但这个推导 应该说不是理论意义上 非常严格的 你知道吗 但因为加了一些概念的东西 所以学定格方程式 实际上 直接可以这样写 你也有另外一种方程式 你也有另外一种方程式 来推导这个确定格方程式 你怎么推导呢 就是所谓的classic的 这个量呢 对应的quantum的operator 就是说classic里面 这个观察量呢 它是一个纯粹的量 一个数 但是呢 在quantum里面的时候 这个量呢 它不是一个数 它是一个算幅的形式 算子的形式 那么quantum operator 比如说这个quantum的量呢 它就是这个动量呢 它是h bar除以i呢 然后对x求导书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如果从classic的方程式 p平方除以2m加vx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p平方 直接带成是这个样的平方 对不对 那你就得到这个 所谓的harm通量的operator v呢 你造写 这个1呢 变成也是算幅harm通量 然后呢 你直接两边 绳上一个v function 这个h呢 绳上这个v function 等于能量呢 绳上微方形 这个时候 你就得到所谓的 虚定的v function 得到v function 方程式 这也是一种推导的方式 对不对 前面那种推导的方式呢 它是idea 就是概念上 有给你讲 你把classic的波呢 看成是波 也是particle 然后呢 你把它的那个wave number呢 用particle的动量 带进去 得到的 这个呢 讲的对应呢 是classic的观察量呢 对于quantum的operator 那么你得到 虚定格的方程式 这个里面不含时间 那当然你可以得到含时的 含时的是什么呢 classic的能量呢 这个是classic的能量 classic的能量呢 它等于呢 这个也是个连续的量 可观察到一个数 对应的quantumoperator呢 它注意这里有个负号 和前面不一样 这里有负号 下面是i呢 然后上面是h bar 对时间求导数 对时间求导数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得到 薛定格方程 含时的呢 time dependent呢 你可以直接这个 把这个h呢 换成这个常数 这个i的话 拿上来就变成正的ih呢 对时间求导 这就是time dependent 的薛定格方程式 是吧 好 那么以后呢 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 就是说这种方式呢 是后来 heisenberg创造的 也就是说 classic的这个量的话 它在quantum里面的时候呢 不再是一个数 而是一个算符 一个算符 或者说一个 像这样一个形式 这个求导数的 这样一个算符 这样一来呢 你把这个 带进去以后呢 把这些算符 带到classic满足的 这个方程式里面去以后呢 你得到的 薛定格方程式 当然 这些都不是 严格的数学的推导 而是说 这些数学推导里面 加上了一些物理的思想进去 是吧 加上一些物理的思想进去 严格说来呢 classic没有办法 推导到这个quantum 是吧 但是呢 因为我们 我们总是要 从一个旧的理论 到新的理论 我们总是要想 找一个pass呢 使我们更好地理解 它是怎么过去 是吧 所以 最后我们这个pass呢 是定位在 经典的量呢 和quantum的算符之间呢 有对应的关系式 有对应的关系式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得到 比如说time dependent 的薛定格方程式 得到以后 我们就要求解 这个薛定格方程式 对不对 求解出来以后 我们看它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但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要求解它 好 那么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求解 我们要求解 这个方程式的话 那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用了 所谓的变量分离 因为这边 都只和x有关 而这边 只和时间t有关 那你可以把这个phi x t 写成一个呢 是小的phi x 一个是eta t 这就和我们前面一样的 我们在解classic的时候 也是做的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前面 我有闲的时候 classic的那些数学方法 在这里都可以用 对不对 都可以用 然后你可以看呢 这边呢 它是这样一个形式 phi x呢 写进来 v x呢 phi x 写进来 你把这个 关系式 带到这里面去 对不对 那你就得到它 这边是i h bar phi x呢 写在外面 eta t呢 你得到这个式子 是吧 这个式子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 搬过来除 就是说h bar的平方 2m 把这个phi x写这里 加上v x phi x写这里 把这个phi x呢 搬过来除 对不对 那么这边呢 应该等于i h bar 那我们以前说过 这边呢 它只和这个空间的x有关系 而这边呢 只和时间有关系 这两个式子要相等的话 这一个条件 这个必须等于常数 对不对 必须等于常数 它才相等 那这个常数呢 你不妨呢 既然是个常数 我们后来知道 它就是能量 因为能量是守恒的 所以这个常数不是别的 它就是这个系统总的能量 是吧 系统总的能量 它是系统总的能量呢 那你可第一个 如果是这一个式子 等于系统总的能量 那你就得到 这个意思是 time independent 学的一个方程式 从这边呢 你也可以得到 那么从这一边呢 你可以另外得到一个呢 i h bar呢 d eta t 等于呢 这个1神呢 eta t 对不对 可以得到两个方程式 因为这个和这个都等于这个常数的话 那么这个等于常数 把这个φ移过来 学定个方程式 在不含实的 那么这个呢 这个移过去呢 你就得到它 对不对 好 得到以后 这个呢 你现在是没办法求解的 我们就写到那里 对不对 因为这个potential 你并不知道什么形状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这一部分你是可以求解的 这一部分你直接你就知道 这个eta的话 它就应该等于这个 这个h bar i呢 d t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带进去负号 有一个 因为这个求导数以后 这个负的i和这个正的i 相神就等于正1 当然前面可以加个常数 你要加也可以 不加也可以 因为前面反正要生一个φ x这个常数应该加这里来 所以eta呢 你不用加也可以 所以最后这个微方形 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对不对 这样一个形式 好 那么这个1的 这个微方形 你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呢 它是 也是有周期的 对不对 它是周期的 它是三一形式 所以呢 你可以比如说 在t这个地方呢 它是等于它 然后t再加一个ta 它是相等的 那么直到cos和sine呢 它的周期都是2π 对不对 它周期都是2π cos和sine它的周期 既然都是2π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1除以h bar 成ta呢 它就应该得2π 那么cos2π加这个的话 那得这一个 sine2π加这一部分的话 得这个 所以这个等是相等的 自然你也可以得到呢 这个ta呢 得2πh bar呢 得这里 注意到h bar你知道什么 h bar是h除以2π 所以呢 h除以2π 把这个2π一绳 它上面就是h 然后这个能量呢 绳过来就是它 这个时候你知道 许定的方程的v 它的时间的 这个周期的话 就是h bar h呢 除上那个能量 总的能量 然后你知道frequency呢 是这个频率的导数 那么频率导数呢 你把这个颠倒一下 这个颠倒一下 那就等于1让除以h 好 你马上就可以到到 爱因斯坦的这个 photon的话 1等于hμ 这个关系是 所以薛定格方程式 一写出来 马上就可以从薛定格方程式呢 推导出当时爱因斯坦 假定photon 它具有的能量 是h省上μ 你这直接就是 可学定格方程式 直接推导出来 不需要任何假定 所以可以告诉你呢 这个学定格方程式 可以推导出来 前面所有 这个不管是 这个blackbody radiation 还是这个爱因斯坦 还是这个波尔 他们这些 所给的一些假定呢 都在这个方程式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就 给出一个例子 就是说 直接可以看到 时间部分 马上就可以给出 这个photon呢 它的能量 得h省上μ 好 至于其他的东西 要推导出来呢 就是后面 我们要讲的事情了 那推导没那么简单了 对吧 推导就没那么简单了 那么这 当然我们不会想象 我们只待在 这个1尾了 对不对 那么待在1尾 当然不可能 就像我们说 我们前面在讲例子的时候 是双圆子的话 是待在1尾 后来我们讲到 这个轻圆子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到三尾去了 是吧 所以我们实际上要走三尾 三尾的时候 classic的能量的表达式呢 它是这个 这边动量的话 应该有x 就是x方向的动量 y方向的动量 还有z方向的动量 加上了这个potential 那么等于1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直接用 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经典的量 它对应量子的这个算幅 那么x方向对应的算幅 是对x求导 y方向的算幅 对应y求导 z方向的算幅 对应z求导 把这三个量 都带进去 带进去以后 你自然的话 你会 这个这一部分是公共的 对不对 2m分之1 h平方 这部分是公共的 那么 然后呢 带进去以后 两边再绳上一个v方形 把这个v方形绳上去 那你就得到 time independent 设定的方式 在三位表示里面 这样写 这个呢 有一个数学呢 叫做拉帕拉斯的算幅 那么 它直接写成第二的平方 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数上到处 最后都会这样写 当然你可以直接 再把这个 能量的话 用这个算幅代替 你就可以写出来 这个时间的 time dependent 设定的方程式 在三位里面的 这个方程式的形式 是吧 方程式里面的形式 好 那么 这样一来 我们就得到 三位的 这个设定的方程式 是吧 三位的设定方程式 当然 三位的设定方程式 时间部分 你可以满久 这少了一个z 这个地方加上去 这里也少了一个z 这里应该是 xyz 然后这里呢 有个z在这里 是吧 加一个z上去 自然你也可以得到 这个解三位 它一样 这个坐标方向 和这个时间方向 也是分离的 分离以后呢 这个你也可以得到 它的满足h 这个1等hμ的 这个 foto的关系式 好了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要讲我们化学的 就是化学 我们里面有 很多particle 对不对 有很多particle 具体来讲呢 在化学里面呢 我们就是用 我们化学的这个分子的话 比如它是用很多电子 比如说你画一个电子 两个电子 你随便画了 对不对 1 2标上号 然后3这样子 然后呢 你还会有核 比如说核呢 你画成这个三角形的形式 对不对 有一个 这个n的话 核 然后呢 这核当然可以长在不同的位置 对不对 比如这是一个核 两个核 那么这样一个系统呢 我们叫做分子 就是说核和电子组成的系统呢 我们叫做分子 那每一个 比如说每一个这个 核的话 它会有个坐标 每一个电子呢 它也会有个坐标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这里 是你取的坐标的圆点 对吧 坐标的圆点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这个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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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少了一个m了 这个 打的时候要 需要特别小心 这个电 这个所有particle的动能呢 都显成算符形式 那么呢 它就应该 二分之的h bar呢 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呢 比如说是 过吗 那classic的动能呢 比如说 2m mi 然后呢 pi的平方 然后这样相加 这是classic 这里面比如说 有很多particle 对不对 加起来 也就是我们化学体系里面的 电子 和 每一个呢 就是这里面的 比如说1 2 这样加起来 然后呢 每一个这个 pi呢 都等价于呢 这样一个i呢 h bar delta 每一个都等于 这样一个delta 那么它的平方 当然就是delta的平方 所以呢 就变成了 负的 二倍的h bar 然后这边呢 是i等于1呢 好 这里呢 是有一个m i分之1 delta i的平方 所以这个m m有没写 m应该除在下面 比如说这里要加一个m分之1 对不对 加一个m分之1 这个 这个加个m分之1 那么相互作用的potential呢 也是坐标的函数 就是说这些电子 比如说 第一个坐标 第一个电子这里 那么 x1 y1 z1 第二个电子 这里x2 y2 z2 然后呢 这里xn yn zn 一直这样写下去 对吧 写下去 那么这个就是 哈密通算符 然后坐用到 微方形上面去呢 你就得到这个 韩石的这个 薛林格方程式 不韩石啊 time independent 然后你把这个量子化1呢 做量子化以后呢 你就得到 韩石的 薛林格方程式 然后你可以呢 去求解呢 把这部分呢 给它算出来 好 你得到的这个方程式 现在这个薛林格方程式 不韩石的 它就是我们 quantum chemistry 或者computating chemistry 的方程式就有了 那么 这个方程式有了以后 下面的问题 就是要讨论 怎么求解 这样一个复杂的 体系的方程式 大家知道这个 我们这个 氧原子里面 有很多 一个多个核 八个电子 对不对 那么这个 坐标的话 就变成八套了 这样一个形式 是吧 好 我们这里 讲到这里呢 我们还有些时间呢 我们就准备 给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方程式 它的中心思想 就是quantum chemistry 或者computing chemistry 怎么来求解 这个方程式 它的中心思想 是怎么来求解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 书上呢 有一道习题 我没有 让大家做了 对不对 我给大家做的 是这两个 另外还有一道呢 大家做 就是放到这里来 让给大家听 后面那道题 它实际上就是 我们这个quantum chemistry 它的中心思想 怎么求解这样一个题 那么怎么求解呢 我们就要从potential开始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 我们现在呢 都这样写 比如这个1的话 它有X1 Y1 Z1 对不对 我们把它写成了 R1这样一个走标 几个形式 这样写的话 就会简化我们的东西 对不对 简化我们的写法 X2 Y2 Z2呢 我们写成R2 这样写 这样写以后 我们这个potential 就可以写成什么呢 写成R1 R2 比如说这个系统 有N个particle 对不对 这里面particle 每一个particle 可以是电子 可以是核 因为我们的分子构成的 这个可以是电子的坐标 也可以是核的坐标 都写这个样子 好 那么假定有一种情况 对不对 假定有一种情况 一种情况 什么意思 情况呢 就是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potential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假定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假定呢 我们有一种情况 可以把这个potential 都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它呢 虽然是这N个坐标的函数呢 但是R1呢 是一个函数形式 加上R2 是另外一个函数形式 再加上RN呢 是另外一个函数形式 都是可以分开的 那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学定格方程式 可以怎么来求解 对不对 好 我们这里呢 写出学定格方程式 那么这里呢 会有这个 M1 Δ1的平方 M2呢 Δ2的平方 我们干脆把它 就和它四十的写出来 MN呢 Δn的平方 这个平方 这个位方性呢 我们是 Fy呢 R1 一直到RN 对不对 然后加上R1 我们把这个也分开写了 对不对 R1 然后再加V2 R2 R2 VN呢 RN 上上呢 Fy呢 这里R1呢 一直要写到RN了 对不对 然后等于呢 总的能量 FyR1 对这个式子 对这个式子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假定呢 这个potential当时这样相加的形式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假定 这个V方性啊 这个Psi啊 R1 R2 RN呢 也可以写成 Fy1呢 R1 Fy2呢 R2 像神的形式 一直写到了 FyN呢 RN的形式 就是当你的potential 写成这种形式的时候 它的V方性一定可以长成这个样子 它V方性一定可以长成这样子 这个 我们马上可以证明就是 你把这个V方性带进去 对不对 带进去 你把这个V方性带进去的话 也说 这个地方呢 带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带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地方带到这里来 对不对 带到这里来 带进去以后呢 你会发现呢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样1的平方Fy1 对不对 你把括号扩起来 你把 你这里整个是它嘛 你把这个方式带到这里面嘛 它只和1有作用 对不对 只和1有作用 然后呢 带到这里来呢 这个V1呢 也和子和这个1有作用 带1有作用 那么这是第一项 算到外面的是什么呢 是带2 R2 然后一直相绳呢 相绳到带N呢 RN 对不对 这是你算的 这一项第一项 和这边第一项 然后我们再来写 看第二项 第二项同样的道理呢 你可以得到呢 它等于H平方呢 2MR Δ2的平方 Phi1 这也是只有这项 然后把Phi2 V2呢 这边V2作用到它呢 写到这里 Phi2 外面是什么 外面这个2进去了 1还在外面 那就是1呢 R1 然后2没有了 所以它第二项应该是3 对不对 然后一直到N 那么这个过程你一直可以写下去 你可以写成什么呢 写到这里呢 你最后一项是什么 负的H平方呢 2倍的M PhiN 加上了VN的PhiN的 这一项 好 这一项的话 这外面应该写什么呢 除了这个PhiN没有了 其他的都在 Phi1 R1 一直到PhiN-1 RN-1 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以后呢 你可以看 它应该等于这边呢 能量 然后这里都是全都要写上 R1 R2 RN 写上以后呢 你这个等式啊 这个第一项加第二项加第三项 一直等于到这里来 你可以在这两边都除以 把这个四则 把这个V方形呢 全部移到这个等号的左边去除掉 除掉以后 你得到另外一个方程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 找一个地方写一些 你可以看 这个1到N 放到这里来一除的话 从2到PhiN呢 就都没有了 剩下的哪一项呢 就剩下这一项 M1 Phi1加上V1 Phi1 然后除上Phi1 对不对 因为你 你把这一项1到N的话 除到这里来 除到这个Phi1在里面 你不能除掉 2都可以除掉 那么第二项呢 你会发现呢 它有这样一个形式 V2Phi2 Phi2的形式 是吧 好 那么这个 一直除下去呢 除到最后一项呢 你可以看 这个除到这里的话 Phi1 一直到PhiN-1都除掉 只是那个PhiN 对不对 所以这一项呢 变成一个 负的H2的平方 2倍的M PhiN 加上 VN呢 PhiN 除上PhiN 好 这个东西等什么呢 等一个常数 就是能量1 因为 这边你把这些东西 都除掉以后的话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以后 这个要相等呢 我们把刚才的理论推广 这个东西要相等啊 你看 这个呢 只和X1有关 这个 这个因为它只是X1的函数 而这一个呢 它只是X2的函数 这一个呢 只是XN的函数 那如果是 这一项是X1的函数 这一项是X2的函数 然后X3 X1到XN 都是分开的 这些东西加起来 要等一个常数的话 它也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第一项 必须等一个常数 E1 第二项呢 必须等一个常数 E2 第三项呢 第三 所以呢 最后一项呢 只能等于EN 对不对 这是我们刚才的推广 就像我们刚才 我们有推广和说 两个 比如说F X1加上G X2 要等于常数 如果这两个函数 加起来等于常数 X1是X1 X2是X2 X1是一个变量 X2是一个变量 这两个都是独立的变量的时候 那么这个 这两个函数 加起来等于常数 只有一个可能 只有可能性就是 这个和这个呢 都分别等于常数 分别等于常数 所以推广到N个的时候呢 这N个都非 都等于常数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马上就可以得到 能量呢 等于E1 加E2 一直加到EN 这个E2 一直到EN呢 都是常数 都是常数 然后呢 这个V方形呢 也可以写出来 既然每一个都等于常数 那你直接就可以写到呢 这个V方形呢 我们这里不要了 我们可以写出来 H的平方 2Mi 这里写成i了 不要它i的平方 phi xi把i写进去 对不对 加上V呢 i xi phi 还不是x 这里面注意到 这应该是R 三维的 这一样力来的话 我们这个多体啊 N个particle的方程式啊 就写成每一个particle满足这样一个方程式 每一个particle的能量呢 是Ei 然后每一个particle满足一个三维的方程式 就是我们前面写的 这里 这不每一个particle满足这样一个 这个质量m 然后每一个particle是三维的 xyz 就这个是xyz 变成它 然后你去求解这个particle的方程式 求解出来以后的话 这个对应的Ei呢 可以填到这里来 这个对应的微方形file呢 可以填到这里来 也就是这样一个多体的问题呢 就化成 就是N个particle的薛定格方程式呢 N个particle薛定格方程式呢 化成是每一个particle呢 满足一个小的薛定格方程式 把它的能量微方形写出来 系统总的能量呢 是能量相加 而这个系统总的微方形呢 是这个能量的 这个微方形的相省 微方形相省的形式 这就是 这是一个 这个是精确的 这里没有一点近视 就是告诉你呢 如果potential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那微方形一定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而且每一个微方形都满足薛定格方程式 每一个薛定格方程式得到的能量 加起来就是系统的总的能量 这个呢 在我们这个 你以后 如果看quantum chemistry 或computation chemistry 你会发现 它叫变量可以分离 就是说 如果是potential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particle之间没有相互作用 自己运动自己的 比如说 这个 这个R1这个particle 它的运动完全和其他的particle R2 R3的存在没有关系 它动它的 是吧 它动它的 也就是说 相当于说我们这个教室里面 比如说 所有同学的话 站起来自己想那么动 都和其他的都没有关系 是吧 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那么整个这个里面 教室里面每位同学的运动 整个集体运动 就是每一个同学单独运动 加起来就行 所以整个的运动呢 是相绳的形式 记住 这个东西potential是相加的形式 这个微方形就是相绳的形式 这个不仅可以运动particle 如果是这个东西变量 可以继续再分 比如说这个R1 举个例子 R1你可以再分成什么呢 这个X方向 X是X的 Y是Y的 Z是Z的 那如果是这个potential 可以继续分的话 这个微方形可以再继续分 分成三个 那potential是相加的形式 那么确定的方程式 你一定会得到什么东西呢 1的话 对X求到X1 对不对 这里1 1 1 V呢 X X1 你会得到呢 这个里面 比如说写上一个 phi的X的X1 1的X呢 然后你可以把 X1满足这样一个 Y也满足这样一个 Z也满足这样一个 所以它不仅是牵涉到particle 也牵涉上变量可以分离 那这个方程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如果potential是这样子的话 代表这个particle 它在X方向运动 Y方向运动 Z方向运动 也是独立的 每个方向运动 是自己运动自己的 没有相互作用 所以我们知道 potential只要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呢 它的这个 微方形呢 就可以像什么的形式 表示 这两个mode之间 或者说这两个particle之间 没有相互作用 当然我们实际上的运动 不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实际上运动是有相互作用 那么这个相互作用呢 在quantum mechanics 如果这个相互作用很小 比如说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比如说是 在同时在跑 或者是同时在怎么 他们相距比较 距离比较远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很微弱的相互作用 那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以后的数学方法 叫做围绕的方法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这里 就是说 你记住一个一点 就是potential可以 在徐林格方程里面 potential可以写成变量 一个一个变量相加的形式呢 那微方形就可以写成 一个一个相绳的形式 potential相加的形式 就是说 这两个运动之间 没有相互作用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